我把自己关起来 这留下一个阳台 每当天黑推开 从我对着夜幕发达 看着往事一幕一幕 再次演出你我的爱 我把电视机打开 听着别人的对话 也许那些故事 可以给我一个交代 你要的爱 我学不来 眼睁睁看清电话 认真睁看清感慨 不能给你未来 我换你现在 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 当烟火流下来 上一朝代 分开也是一种明白 我给你最后的疼爱 是手放开 有一张双人床 中间隔着一片海 感情的五点就六遍 时间慢慢漂白 把爱收紧胸前 左边扣来 最后的疼爱 是手放开 不想用言语拉扯 所以选择不责怪 感情就像走着约彩 有人走有人来 我的心是一个站牌 选着等待 我把手印记打开 听着别人的失败 哽咽的声音 仿佛说着相同 被爱 你的依赖 还在胸怀 我无法轻易推开 我无法随便走开 感情总转型的人 容易被伤害 我没有生谁的气 只不过这次过生日 心情特别复杂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以前都不会觉得自己老 但是今天忽然觉得自己好老 不会吧 才差一天而已 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怎么会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你知道吗 在今天之前呢 我还觉得小刚是二十几岁 可是今天过了之后 我就三十岁了 跟他差了一大截 那还要挂你啊 谁叫你当初要老牛吃嫩草 我当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二十四 老 那还是比人家老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说了 我帮你去按摩 是要你按啊 那你真是太不失货了 我告诉你 我的按摩技术可是国家级的哦 不但可以延年益寿 还可以反老还童哦 求你今天不要再提老这个字了 好好好 OnePlusTHON 我不说我什么都不说 嗯 走吧 我们去泡澡 泡澡 走吧 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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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太 去你的 只可惜 小刚没有这个福气 看来只有我来输你了 我投降 我输了 还说你三十岁 看你这皮肤白纤嫩的 我猪蛋为你都住进了 不许再一老买老 我听见了 不许再挠痒了 那我最怕痒了 这么说 娶到你的人还真幸福呢 怎么说 人家说 怕痒的男人疼老婆 所以怕痒的女人 当然也疼老公了 听过 但是 不信 为什么 这一过三十岁呢 以前信的呢 有些已经不信 以前不信的有些信了 例如呢 例如命运啊 我都大学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他对我下了定论 说我啊 说我三十岁以前 会嫁一个好老公 结果呢 我今年三十岁了 小刚还要让我等他三年 我才不相信什么定论呢 我觉得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那是因为你还没到三十岁啊 要是到了三十岁 就不这样想 这一台是我们公司的最新款式 这是水晶系列的 这个系列有拉筋风险的感觉 很适合个性开朗的景色 如果不喜欢 这一款也很好 您看一下 很不错的 杨阳力量都没上课 你们猜我接到谁的电话 噓 小声点 有客人 我接到山琪先生的电话 他决定要跟我们公司合作了 小声点 有客人 有客人 爸爸 宝贝乖 妈妈跟大平叔叔到哪儿去了 不在 爸爸 你不要回家 我要你跟我一起住 傻孩子 这里 是妈妈跟大平叔叔的家 爸爸怎么可以留下来呢 等妈妈跟大平叔叔回来 乖乖就有人疼了 知道吗 我不要妈妈疼 也不要大平叔叔疼 他们每天吵架都不理我 我不要你走 如玉 你们 你们 你们要去哪儿啊 你自己看看 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 整个晚上不回家 把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单独丢在家里 万一要出事了 你怎么办呢 要不是乖乖打电话给我 我还真不知道 你居然这么不负责任 我 我 我没不负责任 我没有不负责任 你看 你带他走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妈妈 不要 妈妈 乖乖 妈妈 不负责任 出了什么事了 大平上哪儿去了 他死了 他死了 死回香港了 他妈一通电话就把他叫走了 我才跟他结婚多久啊 他妈妈连我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居然让他跟我离婚 可笑 太可笑了 事情总还有转环的余力嘛 谁稀罕的 离就离 谁怕谁啊 丑能 你要是真的不在乎 你会心在这个样子吗 我 好了 过两天等你心情好了 我再把乖乖送回来 汉卫 汉卫 你就 陪我一会儿行吗 好好睡 别想太多了 知道吗 我该走了 汉卫 谢谢你哦 真的谢谢你 我两天我就送乖乖回来 休息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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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能够尽可能地用中国的习俗 毕竟这里是上海 我会尽快把我们的意见 传给你 明天中午 我们再开一次会 再见 雅雅 我跟山崎先生 已经通过邮件了 那基本上 我就要把你的文案那边 再传一份给他 对 你整理好了吗 那行 还有我今天不进公司了 有事情你再打给我 好的 拜拜 一帆阿姨 乖乖 好了 一帆阿姨 你看爸爸煮了好多菜 好香 真的好香 对不起 我应该亲自去 邀请你才对 我才不好意思呢 每次都来打扰你 爸爸 我肚子好饿哦 可不可以吃饭了 当然可以啊 别客气坐 来 哇 有爆虾 炖鲜肉 还有冬瓜排骨汤 都是地道的本帮菜 还行吧 爸爸最喜欢吃饭了 爸爸最会做菜了 他做的菜最好吃了 是啊 所以乖乖啊 你要跟爸爸多学学 等到长大以后呢 你也会很能干 很会做菜的 知道吗 知道 我真的搞不懂哎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会做菜啊 哦 学啊 只要肯学 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好 那可不一定哦 就像我 我学了半天 一道菜都不会做 做菜是有窍门的 只要掌握到方法 要做好吃的菜 一点都不困难 那是对你而言 我觉得好难呢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我可以教你啊 真的吗 嗯 哎呀 太好了 哎 周庆曾经跟我说 说要抓住男人的心呢 一定要抓住他的胃 如果我学会做菜 那小刚他就会 对不起啊 我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没关系 要抓住男人的心 得想抓住他的胃 说不定啊 小刚一吃过你做的菜 就急着娶你我们家呢 那 我的终身大事 就交给你了 要是小刚不娶你 还有我啊 我是说 大家都是好朋友 又是邻居 应该要 互相帮忙吗 是 是啊是啊 这个好朋友 本来就应该 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的吗 不好意思啊 喂 哦 如玉啊 你进程好点没有 等明天行吗 明天我就把乖乖送回去 好 就这么说定了啊 爸爸我不想回去 宝贝乖 妈妈要你陪他 等大明叔叔回来 爸爸就去接你回来 好吗 好吧 乖乖最懂事了 对不对 来 阿姨给乖乖吃个虾 那我乖乖吃哦 来啊 好吃吧 好 那我们来吃个菜 好不好 乖乖和大平 现在还剩蜜月期啊 怎么就吵架了 他们婚前就常吵了 他甚至还要帮他 去找大平理论呢 你该不会真的去吧 当然不能去了 闹笑话 你们这叫离婚夫妻啊 虽然离了婚 但是还想夫妻 没办法 毕竟她是孩子的妈妈 我不能撇下不管呢 我真的为如玉感到好可惜哦 你看你啊 是个好丈夫 又是个好爸爸 她怎么舍得跟你离婚啊 命运好像就是这样 不是你的求不来 该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就像两条河相遇 不一定能会合 也许只是擦身而过 但只要有缘 即使是一滴水 也能融合 奇怪 你怎么也会说同样的话 什么 没什么 我去陪乖乖玩啊 好 奇怪 韩威怎么也和我说一样的话 感觉好像 他就在旁边盯着一样 一粉阿姨 你来帮我的娃娃打扮好吗 好 哇 怎么打扮呢 哦 头发梳梳直 就像新娘子一样 对 然后 再把这个小熊呢 打扮成新娘子的样子 好不好 要好好想一想 这些菜怎么搭配啊 就没想到 韩威居然会教我做菜 哎 一凡 我问你一句话 你得坦白回答我 说吧 要是 韩威追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 他追我 你说我怎么样 你对小刚这么吃惊 按理说 你应该不会怎么样 不过韩威这个人 总费 不觉得吗 是啊 韩威他是挺有魅力的 不过我不会接受他的 哎 不是 你们是会变的 我不会变 那要是小刚变了 或者是 韩威让你动了心 再说 韩威真的很帮哦 大小姐 这韩威呢 是全世界最棒的男人 这样可以了吧 我知道你很喜欢他 你跟我说了好多次 想追他 所以你不必来套我 放心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喂 干嘛拿那么多啊 我迟到一个礼拜了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也好几天没来了 今天几号 还是五号 天哪 我迟到十一天了 不会吧 要不然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也许吧 我以前也常这样 常这样 是吗 我以前都没人家 那是 我一直想要 那是 我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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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路上 我路上 路上 路上 这几天怎么那么容易累啊 不会不会 应该就像亦凡说的 家里太大了 应该是药力太大了 来喽来喽来喽 真的好香啊 是你做的 对啊 这些都是我做出来的 那我们就来试试你的手艺喽 我现在口水都已经快流出来了 快尝尝 吃上 嗯 这个 怎么样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真的好好吃哦 笑什么 好笑 好笑 真好笑 真的好好笑哦 你怎么学那么快啊 我要是学做菜能跟你一样快就好 再多学个几回 我保证了也会做的更好吃 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教我咯 下次叫朱青一起来烧好不好 趁热 多吃点 嗯 快吃啊 嗯 说不定是朱青来了 嗯 一帆 小张 谢谢 哦 你们在吃饭啊 是啊 我还以为就你一个人在 想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已经有个人了 嗯 好漂亮的花哦 喂 喂 我也饿了 嗯 好嘞 欢迎你来 哦好 我跟你说 现在有韩威座邻居呢 还真不错 每天我们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主播 哎 快点快点 我们有好吃的 来 吃吃看 哎 来 哦 嗯 好不好吃啊 嗯 好吃 真的很好吃 这些啊 是韩威 这些啊 都是依凡做的 她想给你个惊喜 嗯 其实是 韩威做的啦 我只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想学会这本手艺呢 来犒劳我的胃 对不对 喂 你别傻了好不好 就曾经什么都不会 我还是爱你的 一直都爱你 糟糕 好 差点忘了 我还有事 你慢慢吃 我先离开了啊 不好意思 哎 怎么我一来你就老有事 就是啊 真是不凑巧 我先走了 你们吃吧啊 我先走了 哦 韩威谢谢你啊 不客气 去吧 谢谢你啊 好 再见 这个 你去吧 我带了一下 你去吧 你去吧 喂 韩威 如玉 什么事啊 我想见你 乖乖的 她怎么样 她还好吗 我说我想见你 你干嘛老提乖乖啊 你要是想见她 你过来看她吗 我现在不能去见你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很脆弱 而我跟你一样 你很脆弱 你一堂堂的大主播 身边有那么多的美女围着 对面又住着一个心仪的女孩子 你会很脆弱 如玉 你不懂 是啊 我是不懂 不过 这也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就想见你 行不行啊 大萍怎么样了 她回来了没有啊 我说你不要提她 行不行啊 多给她一点时间嘛 那谁给我时间呢 当然是你自己给自己啊 是你的跑不掉 不是你的求不来 喂 喂 韩安 喂 韩卫 韩卫 喂 喂 对大家 喂 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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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